今天开工日 不过早上依旧是个很难爬起床的一个天气 北部地区还蛮凉冷的 苗栗通宵地区低温不到10度 究竟会冷到什么时候呢 我马上镜头交给思豪了 思豪早安 早上早安 大家早安 这个快乐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 9天过去了开工大吉 不过开工日下半天到傍晚 又有蜂蜜要报到了 上午的时间真的要把握一下 出门上班上课带个雨具 最主要的是下班时候天气会比较不稳定 今天有辐射冷却 比较冷的地方在哪里呢 通宵 田中 8.5度跟10.9度 现在要外出或是待会要外出呢 还是要注意一下衣服的增减 不要开工日就感冒了 目前70多吉时温度呢 西班牧地区还是比较低温 加以以北12度 13度 台北好一点点 16度 但还是有点凉冷的感觉 今天整体呢在白天 高温还比较OK一点 但是呢 云层量慢慢变多 越晚雨越大 所以呢真的在雨具的部分 还是要特别期待一下 卫星图就可以看到了 今天最主要的开工日 还有封面一起来开工哦 所以你可以看到慢慢的 白天有点封面的云层量呢 慢慢的移到台湾的上空 今天越晚雨越大 而且呢有些雨是呢 部分地区 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连中南部地区也有水汽的讯号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四个降降降水 今天越晚雨越多之外呢 雨是大概呢 封面呢是快闪行的 大概一天左右的时间 在明天周二 在白天的时候呢 慢慢来远离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今天越晚 布置中北部地区 还有山区 连中南部地区 全台湾都有机会 有下雨的情形 所以呢今天 上半天带雨具 是为了下半天 下班之后 或是比较晚的时候呢 你可能用得上 不要淋到雨咯 温度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今天呢 虽然冷空气减弱了 但是呢 各地有点回温的感觉 不过体感温度呢 没有太明显 最主要呢 就是下半天到傍晚的 云层量越来越多 雨势也越来越大 所以体感温度 回温的感受 就没有这么的明显 目前低温特报呢 发在新竹跟嘉义一带 都是辐射冷却的影响 陆上长风 沿海阵风 都要多留意 多注意一下自身的安全 最后呢 在信仰局呢 针对开工日呢 也做了一张开工周的图卡 水气量呢 就是今天的晚上 到明天的白天呢 比较多一点点之外呢 周二开始 有东北季风 一路到周四 水气量就没有 上个星期这么多了 以迎风面 北台湾跟东半部为主 然后周五周六呢 转东风 天气更加的回稳 然后周日 13号之后呢 又是另外一波的风面接近 所以天气 又会变得比较不稳定 不过 就这个风面过去之后呢 开工周 看起来天气呢 水气量 会比春节的九天呢 还要再少一点点 确实有些扫兴啦 因为呢 北部东半部地区 在九天的廉价呢 好天气 真的是蛮少的 一路到开工之后呢 天气怎么 慢慢变好转的感觉 不过没关系 保持好心情 希望大家呢 今天开始呢 开工顺利 互年也一路 都会顺顺发啦 肯定度假 唯一选择 轰动南台湾 拍浪魔幻秀 2022日 1月29日起 肯定一号 盛大开眼